警方藍庭叫車發現車輛 駕駛深色慌渣超可疑 抓到偽造車牌 車主當下還吱吱吱吱 最終乖乖承認 是不是假的 假的 你還在路上吧 事發台中南屯龍副路上 二十四歲成績男子先前 因為超速掉扣車牌 想讓愛車重新上路 竟花八千塊在網上訂製假車牌 更大費周章改造排氣管 超大聲想在晚上道路 格外響亮 避免警方查看 他竟然設定用遙控器控制音量 噪音車晚如隱形一樣 只剩一般排氣聲 警方為之驚嘆 因從事汽車美容 對車輛性能操作收信 為了讓愛車上路 成績男子花費心思心力 將自己專長喜好 用在違法事務上 不只讓自己留下案底 愛車也落得被拖掉 保管的下場 記者黃翔富 顧彭玉菲開帳採訪不到